1982年2月3日凌晨四时 天在下着某某雨 香港尖沙嘴区的夜生活 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但是美丽华酒店一带店铺的霓虹灯招牌 仍是灯火灿烂 好像不死心似的 期望夜游人多留一刻 美丽华酒店旁的一列夜更的低市 在等候着静心的游人换车归家 雨点打在滴式车头玻璃上 水珠反射出那烟红色的霓虹灯光彩 就像一滴滴的鲜血滴在玻璃上 车上的水波像个毁尸灭迹的凶手 还不等人看得清楚 已经把这些血滴迅速摸去 27岁的大华舞厅大班陈凤兰 这个时候在加拿芬道和金巴利道的一间夜店出来 十多岁就混迹欢场的陈凤兰 今晚与旗下的两个姐妹 宵夜的时候实在喝得痛快 人生欢愉的日子能有多少 日后怎么样 谁能预料 反正现实又好可捧场 又足够阔气 可以把名酒当水歌 笑贫不笑娼的丑恶现实 难道这许多年还不知吗 踏着东天西岛的脚步 三个人使高声大笑 使雍作一团 但是没有人对他们有太大的注意 因为在这纸醉金迷的地区 即将破晓 三个浓妆艳慕的女子 在街上踏着碎步 互相调笑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什么来路 酒醉三分醒 陈凤兰 像两个跟他有差不多一样 醉意的姐妹表示 不需要他们相送 因为他可以在美丽华酒店旁 找到回家的迪士 只是他不知道的 他左腰右晃的 载走他自己的路 这却是一条 引向死亡的路 尽管罪态可需 但是 对这条每日凌晨都走惯的路 陈凤兰没有走错 只不过 当他到了美丽华酒店旁的 低市车处 三位低市自己 都不肯接载这个乘客 因为没人知道 他是否一登车 就烂醉如泥 连要到哪里都说不出 就算是说得出 也没有人敢担保 他到时候 知不知道付钱和下车 世界上 总有例外的情况 虽然 还在车龙最前面 三辆迪士 都不肯载他 但是 第四辆 第一是司机 却让他开了车门 倒坐在司机位旁 陈凤兰说出 他要去的地方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为何他家在油麻地 却叫司机 驶往关塘 不过 司机 没理会这么多 迅速的将车 向雨中 开向了关塘 香港开部百年以来 最耸人听闻的 雨夜屠夫案序幕 就是这样揭开 陈凤兰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二十八岁的 第一是司机林过云 也在这次之后 发现自己杀人 杀上了瘾 林过云把陈凤兰 载到关塘一处 回旋处时 陈凤兰突然酒气上涌 他本能的坐着身体 把头伸出车外 吼吐大作 林过云忙不迭的 把他拉回车内 问他究竟要到关塘哪里 一身酒气的陈凤兰 这个时候 竟叫林过云 把他送到牛池湾 对着这样一个醉酒的乘客 所谓敌视司机 还有什么办法 送他到警局 徒增麻烦 推他下车 血本如归 只好如言的 把他载到牛池湾 看他怎么样 到了牛池湾的消防局 陈凤兰被推醒了 问他在哪里下车 他微微睁开最眼 迷迷糊糊的说 要回尖沙嘴 磕石垫道 这实在令人心中有气 林过云一声不响 默默的驾车 沿着静悄悄的马路前驶 拐弯绕路 然后把车停了下来 但是这里 不是灯火通明的尖沙嘴 而是幽暗寂静的 土瓜湾贵州 四号前路的路旁 陈凤兰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沿途上 他只是偶尔模模糊糊的 说了几句无人听得懂的罪话 车停了下来 他仍然沉睡着 连林过云下了车 他也不知道 下了车的林过云 走过安静大厦 经过亮了灯的管理处 看不到有管理员 而电梯的门敞开了 他进了去 按了到二楼的按钮 虽然他不认识车内的陈凤兰 但是心里 却对他有着无比的恨意 是因为陈凤兰乱点约扬的 要他驾着迪士东跑西去 还是因为陈凤兰的呕吐 令他恶心 这连他也不清楚 电梯在二楼停了下来 他掏出了钥匙 开了家中的大门 凌晨将近五十 家里人正在享受天亮前最熟睡的一觉 没有人知道他回来 他取了一条电线 轻声的把家门关上 再一次乘电梯到地下 然后回到地市上 陈凤兰没有醒过来 他把头斜衣在车门的玻璃上 一点戒备都没有 第一是停车处周围也没有人出现 林过云的眼睛瞪着熟睡中的陈凤兰 两手在电线的两端绕了一圈 两手用力拉了拉 试试电线的韧度 是否足够勒死这个惹得他有无名赠言的女子 他本想利用刀接过陈凤兰 但是他嫌这个方法太残忍 而且会弄脏车厢 所以还是觉得用电线离下 林过云把电线绕着陈凤兰的脖子 比了一比长度 两眼迅速的向车前车后飘了一下 不见有路人 于是猛然一用力套紧了那条电线 把陈凤兰的身躯拉下车来 除了倒下是本能的稍微挪动一下手脚之外 陈凤兰根本没有反抗过 他实在也醉得连反抗的知觉都没有了 跟着就是身躯发软 再无声息 林过云把再无气息的陈凤兰半服半报的 趁管理处还没有人影 把尸体弄进了电梯 抬回家中自己的房间 他把房门打开 发现睡在上床的弟弟还没醒来 他轻手轻脚的把尸体放进自己的床底 稍微掩饰了一下 他不怕弟弟会发现这个秘密 因为大家早有协议 不碰对方的东西 而弟弟长期都遵守着这个协议 他更不怕同住的父亲 妹妹和妹夫知道 因为彼此的房间隔了一个大厅 他们不会听到这边的动静 更少有走进他的房间 一切安排脱当之后 林过云回到了他的车上 赶紧把车驶向美福 把车交回给日更司机 日更司机如常的结果敌事 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妥 从林过云的面上和说话中 并没有发现异常 因为他平时根本少与人交谈 事实上林过云不会表现出什么异常举动 因为对于刚才的事 林过云没有丝毫犯罪的感觉 他只是把一样令他憎恶的东西出去而已 所以心里反而觉得有一丝快感 交班之后 林过云如常的回到家中 屋里的人刚起来还未外出 但是一如往常没有特别留意他 林过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听着房外的动静 一句任由他摆布的裸诗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林过云详细端详 盘算着怎样的摆放 才可以用相机拍出如外国人人体杂志的 性器官的镜头 拿出来相机 调好射灯的位置 林过云任意的将尸体四肢曲卷 制造出理想的角度 遇着已经发映的关节 就用强力胶纸粘贴 使得尸体卷曲 在拍照的同时 也拍了录影带 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惊慌 他觉得拿相机的手都有一些发动 他不理会这些尽情的在拍照 令他遗憾的是 因为经验不够 射灯的位置放得太接近尸体的大腿 把内处的皮肤灼伤 影响了阴部特写的效果 照片拍完了 面临的是如何处理这具尸体 他一面翻弄着陈凤兰手袋内的东西 一边在想办法 手袋中有记事本 有化妆品 还有五百元 他突然灵机一动 拿了那五百元塞进口袋里 把尸体放好 拿着陈凤兰的手袋和衣物 立即走上街头 在街上转角处的五金店 他用二百九十元 买了一把电锯 叫店主换上一片幼齿锯片 立即赶回家中 至于那些衣物和手袋 在买电锯之前 他丢在离家不远的东方日报门外的垃圾箱内 他把旧报纸和家中没用的纸张 铺在了地上 再把尸体放在了上面 把录影带放到活动适应机上 将电锯插上电源 往尸体上 锯了上去 在震耳的电锯尖声中 烟红的血随着巨片的滚动 带着肉屑飞溅出来 溅在了墙上 尸体就如没有骨头一般 迅疾的被分成了七个部分 包括头、两手、两脚、上耳、躯体和下耳躯体 至于乳房部分 他给割了下来 但是因为技术不好 把其中一个乳地给割去了 这七部分的尸体被大量报纸以及胶带包好 由于血和肉屑溅在坊中各处 林过云赶在家人回来前 把一切清理干净 是于那堆乳房 他用胶盒装着 临时用白酒当防腐剂来浸泡他 然后把盒子放进了床下 傍晚时分 他接了交班来的迪士车 驶回家中 把包好的七节尸体 放进了车尾行李箱内 沿途载了几个客人之后 他想要将尸体 抛弃在无人发现的地方 这才可以 一边驾车 一边筹谋 他最后想到了陈石海底的办法 于是七点 他驱车直往沙田海鲜坊附近 把七代尸体抛进城门河里 沙田城门河是流出大泊海 只要河水把尸体冲进大海 茫茫大海 就再难有人会发现尸体 失情半妥之后 他驾车回了市区 继续做生意 天亮交班 然后回家睡觉 2月4号午间 林果云醒了过来 他将拍摄陈凤兰尸体的彩色的胶卷 拿到不同地点充印公司充印 这公司是用电脑和机械充印影片 不需要人手 这样他就不怕会被人揭穿这事 尸身的身份获得了证实 但是破案却毫无线索 警方最初怀疑是黑社会施行家法 以警惕反叛者 也怀疑是国际贩毒集团间斗争的牺牲者 但是经过调查 并没有发现这些迹象 查问过陈凤兰的亲友和无客 一样找不到可疑之处 陈凤兰的父亲陈时珊 就向新闻界表示 他相信女儿是被人有计划的谋杀 他对这个12岁李家 17岁就误入封尘女儿 惨遭如此下场 感到痛心 陈凤兰的姐姐 则在事后回忆说 在陈凤兰失踪后的第二天 他梦中见到陈凤兰 向他说要买海藻煮汤去蛊火 她的姐姐说 陈凤兰的尸骨被沉于海底 这与海藻的海和去蛊火的蛊是不谋而合 不过这一切对案件的侦破都没有任何帮助 只是为市民增添了一些茶余饭后的助谈资而已 而香港人忙碌的生活很快也会把这件事情冲淡 碎尸案只轰动了几天 又归沉寂 而警方在忙无头绪之中 也于3月17日宣布悬红25000元 给予能提供破案之人 也不知道是风筝过紧 还是林过云还没上瘾 跟着下来的三四个月 林过云一如未发生过任何事情班 上班下班睡觉 不过他开始构进更多和更好的摄影器材 参看人体解剖的书籍和模型 又买了两副手铐 并将电线和一把力刀用纸袋包好 藏在车上 为第二次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一家夜班低视的林过云 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尤其是在雨夜时开快车 因为下雨会令他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他觉得自己是天赋所挑选出来的 自己应该侍奉天赋 应当独处时天赋总在包围着他 回想起杀掉陈凤兰的事 他发觉似乎对陈凤兰并不憎恨 而对于这件事他还有一点害怕 但是当动手杀害陈凤兰的时候 他感觉有一些像处于梦幻之中 觉得只是精神上坏的一面在活动 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的矛盾 在差不多四个月之后 也就是82年的5月29日 31岁的陈云杰成为了第二个遇害者 陈云杰是一名已婚的妇人 已有两子 在遇害前的半个月 他才到油麻地 金喜来康的忠心当收银员帮补家计 5月29号凌晨五十 他下班后 发觉天正在下着倾盆大雨 有同事叫他去打麻将 但是他急于回家 看望两个孩子 因此没有答应 步行到左敦道 与吴松街交界处 遇到林过云的堤市 回土瓜湾家中 林过云驾车到了七闲道近海底隧道处 眼见旁头大雨 周围漆黑一片 他把车停了下来 假说汽车出了毛病 要下去看一看 查探过周围情况之后 林过云开了后边座位的车门 俯身到司机位太阳挡板处 取了藏有利刀的纸袋 抽出利刀 指下陈云杰 然后取出手铐 要陈云杰戴上 陈云杰还以为遇上劫匪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他只有自己戴上这副手铐 带得见到林过云 把电线绕着他的颈部时 一切都已经迟了 雨声把他的呼喊声淹没了 雨点把他生命之火灵溪了 林过云把车驶回安兴大厦家中门外 宝卫正在打瞌睡 他又一次成功的把尸体用电梯运回家中 把尸体藏在床底 然后驾车去交班 回家之后 见家人已经外出 林过云搬出了陈云杰的尸体 把他的上衣和内衣裤脱光 把外面的长裙拉高到胸部 拍摄阴护特写 然后是鲁房的特写 拍完了照片之后 他活动了一下摄影机的位置 开始为第一次解剖 并进行录影 可能陈云杰的尸体骨节 一星开始发映 难以摆布 林过云一边用力的将尸体卷曲 一边向着尸体说话 他割下了陈云杰的一对乳房 肾脏 职肠和卵巢 当动手割阴护 连子宫的部位的时候 突然有人敲房门 这时候有人敲房门 实在非同小可 他先关了录影机 然后大声客问 谁 对方一回答 林过云心头放宽 原来是弟弟妹妹 来找他与他同房的弟弟 他让两人等等 稍事收拾一下 差不多十分钟 才把房门开了一条缝 探头 看着弟妹离开 因为房中只有他一人 他叫两个弟妹 不要随便来敲门 弟妹知道 他的性情古怪 也不敢多问 就离开了 林过云舒了一口气 继续将 阴护连子宫的部分 小心翼翼的 用解剖刀割下 将乳房 摆放到陈凤兰 那对乳房的胶盒内 肾脏 直肠 和卵巢 就放进一个棕色的玻璃瓶中 用白酒浸着 阴护连子宫 就放进 另一个白色的胶盒 以用白酒浸好 做防腐作用 解剖的工作 既费神 也费气力 交车之后 整天未曾睡过 才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 林过云 坐下来休息 盘算着尸体 如何处置 抛下城门盒的办法 已经行不通了 他闭上了眼睛 一边养神 一边回忆 假低事以来 去过的地方 突然 他呼了一下 从床上站了起来 在床底找出几天前 从街角的杂货店 买回来的十多个麻包袋 再找出一匹胶袋 将陈云杰的尸体 用胶袋包好 再放进麻包袋里 绑好 放进了床底 一切停荡之后 林过云发现 好像有一种血腥味道 留在房中不散 为了谨慎起见 他跑进厨房 拿着麻布 沾满臭水 回房内 把地面擦净 快把地擦完的时候 同房的弟弟 突然提早收工回来 见他在擦地 问他在干什么 他只简单的说 底下脏了 所以要擦一擦 他的弟弟也就没有追问下去 转身走出厅间 很快 林过云又到公司取车开工 他载了几个客人之后 跟着就把车驶回安庆大厦 从家中将放在麻包袋里的尸体搬下 放进了车厢内 虽然当时有其他住客和路人经过 但是大家都以为他在搬普通的杂物 没有留意他 他把车子驾到了港岛通罗湾 沿大坑道而驶 这处高尚住宅区 平日已少有人经过 这天夜里 既静得无人又无车 他把车停在离京畜一个远处 把麻布袋往下面的山坡抛下去 一阵沙沙的声音过后 除了虫鸟鸣声 一切又都归于寂静 林过云认为 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气势地点 他曾经驾车经过这里 发现山坡是矮泻丛林 乱草丛生 很多人把大小的垃圾往山坡下一推就算了 这段路 林过云是打表过来的 表上显示共需要七十亿元的车费 打表为了免被车主怀疑 他在庚纸上做的记号 显示这七十亿元是没有收到的 对于用白酒进人体标本 林过云始终认为不妥 于是在交班的时候 就用借口 想学制作标本 问白班司机是否可用白酒 对方说应用防腐剂 防腐剂在仪器行就可以买到 交班后的林过云 在阅历上5月29号那天旁写着 第二次行动在早上5点15分进行 写完之后 他记起第一次行动时 忘了写下 于是把阅历接回年初处 在2月4日旁边补记上自己的行动 重要的行动早上6点20分 第一次行动 牛云相隔了四个月 因此林过云记错了 在错误的日记旁补记的 云上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 他都会在阅历上做出记录 这是他的习惯 他也是一个有收藏倾向的人 喜欢井井有条 所以一切的色情幻灯片 以及相片都分路 做好了目录 做好了这一切 林过云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就把拍摄了陈云姐的相片 拿到不同的公司冲印 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再在另一只脚道一间仪器行 买了防腐剂 然后回到了家中 他将白酒换上防腐剂之后 发现那防腐剂的味道很刺鼻 为了怕家人嗅到 他把房中的张脑饼弄碎 撒遍了防中 过了几天 妹妹经过他的房间 问他为什么 防中有如此大的张脑味 不善说谎的他 不知道哪来的集财 说是因为防中价格充多 从此之外 林过云又替手头已有的 两卷录影带命了名 第一卷的内容是关于陈凤兰的 被命名为 那是荡姆痴儿 俄中戏和连串秘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一集的中国大暗戏时 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一集再见 荡姆痴儿是六十年代 战士殿主演的电影片名 至于肢解陈云杰的录影带的名字是 冷气雪桂 之所以用这样的名字 可能是与林过云曾经当过冷气学徒有关 陈云杰的家人事后向警方报告陈云杰失踪 但是一天有这么多人失踪 警力难以逐一调查 因此只将陈云杰的相片发到各报馆 想要有见过他的人向警方报告也就算了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没有人说大坑道山坡发现过尸体 陈凤兰的案件意味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于是林过云开始找寻他的第三个猎物了 陈云杰被杀后的一个半月 即82年的6月17日的凌晨四时 这个时候并没有下雨 而29岁的夜总会女侍影梁秀云成为屠夫案的第三名死者 梁秀云当天在凌晨四点下班之后 在金汉九楼门前的巴士站坐上了林过云的出租车 再返回大脚嘴大同新村大龙楼家中 林过云一言不发的开车 一边留意着下手的适合的地点 当第一室驶到唐伟道时 林过云一如对付陈云接班 从司机位的太阳挡板中取出力刀 威胁梁秀云戴上手铐 再用电线把他勒死 然后将尸体运回家中 由于床底下放了两个人的标本 而装图片的盒和摄影器材越来越多 因此他将梁秀云的尸体放进厅中梳理了一下 自己坐在梳妆台上假装看报纸 待家人外出后再赶出来拍照和吃紧 并且他在日历上六月十七日那天写上第三次行动 对于所有的受害女子 无论是美是丑 林过云对她的面孔都毫无兴趣 只集中注意她们的器官 每名受害者即使被拍了全身的照片 面部都是由东西掩盖的 有的时候是胶纸封眼 有的时候是被书本遮住了面部 这对于事后警方从过千张图片中分辨出死纸身份 增添了不少困难 梁秀云被拍的彩色照片中 有一张是全身赤裸的 但是眼部被透明胶纸封着 此外就是身上一群被扯掉拍摄的阴部特写镜头 拍完之后跟着就录影分尸过程 录影带是陈凤兰内卷未用的部分 梁秀云的尸体先被分开两截 然后再被割掉器官 这些器官包括阴部和乳房 林过云将乳房放进 在这陈凤兰陈云杰乳房的胶盒内 阴部就与陈云杰的放在同一胶盒 对于梁秀云的尸体 林过云也是将之用两个麻包带摘着 待开工时 驾车往大坑道 抛弃在上市气势的山坡 林过云认为这个地点很好 最少不会像沙田的城门河般 陈凤兰的尸体被抛弃一星期 即被发现 林过云这时候手上拥有的藏品 包括了三对乳房 两个阴部 一对卵巢 莲直肠 一个子宫 一个肾脏 三段分尸的录影带 和上千张的图片 这些藏品不只单单用来收藏 据警方的消息说 林过云不时拿出这些东西进行欣赏 如果我们将杀人上瘾 比如是吸毒 那么不杀人时拿出这些器官来看 就等于瘾君子用来顶眼 梁秀云之后 林过云在驰隔了半个月时间 就进行了他的第三次行动 也是最难忘的一次行动 而这个受害人 就是17岁的女学生梁慧欣 从陈凤兰 陈云杰 梁秀云和梁慧欣 遇害的相隔时间中可以看出 林过云的银越来越深了 因为第一名死者 与第二名死者相距的时间 差不多是三个月 第二个和第三名死者 相距一个半月 第三名和第四名死者 则相距半个月 如果林过云不被捕的话 说不定以后每星期 甚至每几天就会有人遇害 82年7月2日晚上10时 梁慧欣 刚参加完在喜来当酒店 举行的谢师宴 与两个同学一起离开 大家谈到了这一次的宴会 也谈到了对会考成绩的期望 和升学就业的打算 无论真正的前途 是否充满艰难险阻 但是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 那是充满了美丽的憧憬 中学毕业正好标志的 他已经长大成人 梁慧欣的两位同学 在地铁站和他分了手 当时天正在下着细雨 梁慧欣独自前行 他的心中想到 会考的成绩会怎么样 是否足可以令他找到一份好工作 他的月息 每一月能拿多少回家 好令自己贫苦的父母 在生活上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正当他一边走 一边想的时候 雨也越下越大 他没有拿雨具 雨点打在他的头上 才猛然记起 母亲叫他早点回家 还给他钱 叫他搭乘出租车 他走到弥敦道的圣安德烈教堂外 终于搭上了编号BR2282 由林过云驾驶的低势 曾经有三名女子被人勒死在车内的低势 登车之后 梁慧心和林过云向山谷村家中驶去 他一样是打表开车 一切的情况 跟他往日或者任何人乘坐的出租车情况没有分别 出租车开行十分钟后 在公主道天桥往海底隧道处 梁慧心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经历了他有生以来最敢经历的事情 林过云在司机位上的太阳挡板处取出力刀 指下他 坐在后座的他 要他自己戴上一副手铐 车外下着雨 车门玻璃被关上 梁慧心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补门孤立无援 他这个时候只是怕的放声大哭 能想到的就是要求对方不要碰他 他害怕终生幸福毁于一半 他羞于成为强奸案的受害人 也只有如此纯洁的一位少女 才会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 林过云答应了他 而且遵守了诺言 不过这个承诺只限于梁慧心结束生命之前 梁慧心被逼戴上了手铐 并且要从后边座位坐到司机旁边的座位 林过云于是开车向长沙湾驶去 带着梁慧心走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路程 出租车经过长沙湾 行驶到奎永货柜站 绕了一圈 再在向九龙驶去的时候 在奎永一个货柜车站停了下来 梁慧心在这趟旅途中 见到对方没有向他采取任何暴力 他的情绪稍微安定 对林过云向他提出的问题也敢于回答 林过云把车停在奎永路大桥附近 与梁慧心轻谈了一个小时 林过云把他的手袋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逐一的询问这些用品的用途 这些物件大部分是同学送给梁慧心祝贺他毕业的礼物 其中有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忘记过去把握现在 展望将来的字句 送这份礼物的同学怎么也想不到将来对梁慧心而言 却是恐怖的死亡和被人残酷的分尸 后来林过云见有人经过 于是将低势使到龙翔道一个加油站处停下 继续比梁慧心谈到关于学校 前途家庭宗教灵魂以及将来的问题 林过云向梁慧心说 他的所谓将来是指世界末日 他是天父所挑选的 世人都是垃圾 并说自己有段时间曾与天父接触过 当时中间有人经过 但是没有人怀疑到这一男一女会是香港开布百年来最轰动的屠夫案里的被告和受害人 对于梁慧心而言 这是他人生中最为惊恐的时间 但是对于林过云而言 可能是在人生中与人连续谈话最长的一次 因此 在四名受害者中 林过云对梁慧心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写的梁慧心的名字 也是从报章上认出梁慧心的相貌 不如他杀死陈云杰之后 只能对警方说 那是姓名中有一个节字的女子 梁慧心在听过林过云说世界末日的见解之后 曾经要求林过云放过他 一位母亲在家中等着他回去 林过云没有作声 谈话也跟着中断了 而从晚上十点时开始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十许 梁慧心在惶恐中疲倦的在车的座位上睡着呢 而林过云也疲倦的打起了瞌睡 不过 再长再深入的谈话 也未能把梁慧心从死神的魔爪里解救出来 在凌晨五点 林过云首先醒了过来 他见到了睡着了的梁慧心 激起了他把他载到这里的墓地 于是突然扑上前去 把整晚都在惊恐中度过 到了这时 却是全不借被梁慧心生生的勒死 一如以往般 他赶在天亮前把他猎物运回家中 放在厅中梳洗 然后假装看报纸 在家中的人卖出之后 就把尸体上的衣服脱光 进行肢解和搜集他喜欢的部分 除了用电线勒死梁慧心的时候 林过云一直守着他的承诺 没有碰过梁慧心 但是当他在房中 把梁慧心尸体上的衣服脱光之后 就进行了监尸 并且将过程用录影带拍了下来 并且给这个录影带加上了名字 叫做第四次行动 在7月3号的日历上 也是这样写着 对于为什么要监尸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只觉得好奇 想知道和女性做爱时 有什么感觉 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做法 但因为这也无特意之处 他不会再去尝试 不过对于女性下体 那种强烈的好奇心 却为因四个人遇害 而稍微减弱 林过云承认 他曾经吃过一名死者的内脏 但他记不起那是谁的 只觉得并无味道 所以没有咀嚼 也没有吞下 杀死梁慧心 和将他吃起的事 一如过去一般顺利 尸体也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但是林过云始终逃不过 被拘控的命运 警方在开始的时候 对这几宗案件 可以说是无从下手调查 但是机缘巧合之下 使他们能够连破四宗监案 因为犯案者手法残酷 警方特地为他起了一个 香港语业屠夫的绰号 1992年的4月24日 香港屯门发生一起恶性 强奸案 年仅19岁的长发女孩 被人强奸 当天晚上 女孩有约会 同男朋友玩到凌晨两点钟 随后呢 他乘坐出租车 回到屯门 他的住处 有爱 顿爱名楼 由于是约会呀 这女孩穿的呀 特别的Sexy 性感 短裙 高跟鞋 戴着漂亮的首饰 屯门当时的治安呢 还可以 女孩呢 没什么警惕性 随意走进大楼 等电梯 就在女孩刚刚进入电梯的一瞬间 突然一个男人从后面发动袭击 男人伸出手臂 勒住了女孩的脖子 将他拖出了电梯 女孩大吃一惊啊 吓得浑身发抖 一度忘记了抵抗 这个男人的力气特别大 将女孩直接拖到电梯之后的楼道 老铁 香港的公寓楼啊 哎 第一层呢 一般呢 都没有住户 除了二三楼以外 很少会有住户啊 爬楼上架 凌晨这个时候 更是不会有人经过了 这个时候 女孩才缓过神来 试图挣扎 这个男人身强力壮 死死的勒住了女孩的脖子 后者连喘气都困难了 根本就叫不出声来 女孩用双手 撕扯了男人几下 毫无作用 男人将女孩拖到了黑暗的楼道里 这才放松了手臂 大声说道 不要喊 不然我马上掐死你 女孩加了浑身战力 你要钱 我都给你 这是我的钱包 还有我的首饰 求求你 不要伤害我 这个男人宁笑着说 钱我要 人 我也要 随后男人将女孩摔倒在地上 扑了上去 女孩健壮 急忙抵抗 还试图呼救 男人立即用双手死死的掐住了女孩子的脖子 将他掐的几乎断了气 女孩年龄小 被歹徒的凶残手段给吓住了 不敢再抵抗了 女孩顺从了这个男人 强奸了女孩以后 男人抢走了女孩的财务扬长而去 这种事老铁 如果是在大陆当时的90年代的话 恐怕的女人呢 愿意去报案的寥寥无几 为了自己的名声吗 但是在香港女孩第一时间选择了报案 警方迅速的就来到了现场 但是却一无所获 除了提取到歹徒的经验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少女并没有看清楚歹徒的长相 但是她知道歹徒说的是粤语 听起来就是本地人 听声音呢 年龄并不大 是个年轻人 线索就这么多了 90年代呀 老铁 香港相对高级的公寓啊 安装了录像监控的监视系统 但是屯门这些政府公寓啊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知道歹徒的长相身材 案发时又是凌晨两点多钟 根本就没有路人经过 目击者也不存在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强奸 抢劫案件并不是很重视 然而两个月后的92年6月份 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32岁的叶总会小姐 到了凌晨4点多钟下班 这个小姐是一个色情行业的人 穿着是非常的性感暴露 露出大半个胸脯 她喝酒较多 走路都有一些摇晃了 只好打车回到同门建生村 就在小姐准备登上电梯的时候 突然一个男人的手臂 勒住了她的脖子 最久的小姐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突入到了黑暗的楼道之中 在歹徒撕扯小姐衣服的时候 她明白这是遇到了色魔了 作为叶总会的小姐 她其实并不太看重这些事 略加犹豫 就放弃抵抗了 这个男人施暴以后 抢走了她的钱包和首饰 脱离歹徒控制之后 小姐立即报警 此次歹徒甚至没有说话 线索就更加的少了 好在这个小姐呀 是在社会上混的 又是做内涵的 报案之后 这个小姐告诉警方 这个歹徒应该只有20岁左右的年纪 相当的年轻 这又是一起强奸结案 歹徒作案 手法相同 这两起案件是不是同一人所为 目前呢还不能确定 幸好两个案件都提取到了惊业的样本 但是92年香港啊还没有DNA检测的能力 就在警方全力侦破案件的时候 两个月后的八月份 屯门新河里又发生同样的类似案件 这一次受害者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 这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家庭妇女 前途后翘 因为亲戚生病啊 照顾亲戚 凌晨才回家 这个妇女呀 不像前面那两个女孩那么大意 她很快就发现后面有人跟踪她 她就迅速的加快了脚步 在公寓的角落上 妇女再次回头 看到几米外 有一个黑影追了过来 她吓得八腿就跑 刚抱出两步 就被这男人给追上 男人死死的勒住了她脖子 将她拖入了草丛之中 妇女奋力的抵抗 然而男人立即死死的 卡住了她的脖子 几乎给她掐死 妇女也被架住了 不敢再抵抗 事后 歹徒也抢走了财物 迅速逃走 这次作案 同抢两次有所不同 是在户外 妇女多少看到了这个歹徒的轮廓 妇女认为啊 这个歹徒呢 身高中等 留着短发 体格比较健壮 这三起案子 线索都比较少 对于破案帮助并不大 警方大体可以确定 三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 那么按照歹徒的作案模式 他很有可能继续在屯门 强奸抢劫 于是警方加大了在屯门的巡逻力量 尤其是夜间巡逻 然而屯门的居民楼很多 警方无法面面俱到 见到警方四处巡逻 歹徒似乎有些收敛了 连续四个月没有做案了 然而 92年的12月3日 案件再次发生 二十多岁的女职员加班到凌晨 公司出钱 让她打车回到屯门的大兴村 女职员在咨询公司上班 打扮呢 也是比较的时髦性感 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 就在女职员走路电梯的瞬间 突然被人从背后勒住了脖子 这个女职员性格刚毅 立即奋力抓挠歹徒 两脚还乱蹬 把高尔鞋都给踢飞了 歹徒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这么厉害 也吃了一惊 也是束手无策 歹徒加大了勒住女人脖子的力量 两个人坚持了差不多十分钟 女职员仍然在奋力挣扎不远屈服 歹徒用的力气越来越大了 女职员因缺氧 最终昏死了过去 等到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了 她遭遇到了强奸财物 也被洗劫一空 女职员迅速报警 这次警方发现了一些线索 女职员失踪的钱包里有一张取款卡 但是这个女职员做事大大咧咧的 取款卡这个密码竟然就写在这个卡的背面 歹徒发现卡上的密码就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连续在多个取款机里取钱 警方发现在15分钟之内 歹徒分别在三个取钱的银行取款机面前操作 说明了他有快速的交通工具 很有可能他有车 开车的时候 歹徒聪明的躲开了银行的监视摄像机 警方不知道他的车子具体是什么情况 没有办法顺藤摸挂 第四起案件发生之后 香港警方开始忧心忡忡 歹徒的手段越来越狠毒 这次直接将受害女职员给掐婚 老铁们都知道哈 掐晕和掐死啊 其实就只差那一线之间呢 只要歹徒稍微用力大一点 或者呢掐捏了时间长一些 受害者可能就连命都保住了 警方无奈而下 开始调查四名受害者的社会关系 看看会不会是熟人作案 然而这四名受害者素不相识 根本就没有共同的熟人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 打扮性感 而且都住在屯门 看来啊 歹徒同这些女人都不认识 只是选择性感的女人下手 这四次做案歹徒也有抢劫的行为 但是抢劫到财务并不多 有一次只有十几块钱 看来啊 歹徒不是为了抢劫而作案 就是为了强奸 就在香港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 短短25天后的12月28号 一名少妇又遭受袭击 这个性感的少妇同丈夫一起庆祝生日 唱卡拉OK到第二天凌晨 丈夫现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班了 干脆直接就去公司睡觉去了 让妻子呢自己回家 这个少妇走到楼梯口 再次被歹徒拖到楼道里枪奸 少妇试图抵抗 结果啊 被歹徒掐的小便都失禁了 只好屈服了 歹徒逃走之后 少妇因为被掐了一个脖梗 吓得过狠一度失去了神志 在地上躺了一个小时 这才挣扎爬起呼救 屯门连续发生武器强奸抢劫案 香港媒体开始大肆的追踪报道 由此屯门色魔这个名字开始出现了 一时之间屯门的妇女都感到无比的恐惧 尽量避免夜晚出门 警察也加大了巡逻的力量 还通过黑帮的内线 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做的案子 然而这个歹徒啊 似乎不是帮派的成员 内线们毫无线索 屯门色魔仍在顶峰作案 甚至又搞出了人命 上一次强奸案发生在两个月之后 1993年2月24日 屯门由爱村发生了一起奸杀案 受害者是一名50岁左右的家庭主妇 这个嘱咐通朋友们打麻将 直到凌晨 妇女才离开回家 朋友们就对他说了 听说最近屯门有色狼啊 穿门强奸抢劫 你要不就在我这里住一夜 白天再走 妇女大笑 我都50岁了 孩子都结婚了 色狼还能看得上我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朋友觉得也有道理啊 也就没有阻止了 几个小时之后 妇女 丈夫打电话过来 催老婆回家 朋友这才大吃一惊 因为两家距离 不过20分钟左右的距离 大家乱哄哄的赶紧报警 以免四处找人 警察赶到之后 立即在有外村的公寓的一楼 楼道里搜索 果然妇女已经倒在那里 随身的财物丢失 警方人员反复抢救 可惜啊 妇女早已死去 根据现场痕迹分析 这个妇女也是在电梯的门口 遇袭被歹徒拖到了楼道之中 据说这个妇女呀 向来破辣谁都不怕 看来妇女通歹徒进行过长时间的搏动 还咬伤了她的手臂 恼怒之下 百徒死死的掐住妇女的脖子 妇女仍然乱踢乱打 歹徒健壮下了死手 连续掐了妇女很长时间 直到她失去知觉昏迷 然而 当歹徒准备强奸的时候 发现妇女竟然没气了 她似乎很害怕死人 在现场匆匆的自卫之后逃离了现场 这一次歹徒杀人性质可完全就不一样了 在香港老铁是没有死刑的 强奸案呢 不是非常严重的案件 量刑一般在五年到十五年 杀人则要终身监禁 再怎么减刑 也最少要做二十年劳以上 甚至是三四十年 所以强奸犯一般都不会去杀人 不过如果歹徒杀了人 因为香港当时没有死刑 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杀一个和杀十个呀 在香港其实没什么区别 都是做一辈子牢 那么歹徒啊 很有可能就会连续杀人了 警方深感恐惧 开始向方设法尽快的破案 之前分析过歹徒的特征 有了一定的收获 歹徒应该是以劫色为目的 却每次都拿走了受害人的财物 这说明歹徒的经济情况窘迫 很可能没有固定的职业 然而歹徒似乎有车 在香港老铁啊 养车哪个需要一大笔的费用了 这两点似乎是矛盾的 合理推论呢 歹徒养车可能另有目的 比如说是因为喜爱汽车 或者呢 利用汽车来泡妞之类的 另外歹徒似乎有病态的性欲 本来意外杀死50岁的妇女之后 歹徒应该迅速的逃走 他去自卫之后 这才逃走 这说明啊 歹徒性欲很强 已经到了不顾生死的地步 警方毫无办法 只得反复树立 这时候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线索 在对第一名受害者 也就是19岁的那女孩 陆口供的时候啊 这个女孩曾经提到一些细节 在出租车上 她发现有一辆私家车呀 曾经跟踪过她 案件呢 是后来发生的 她当时并没有在意 随便就看了几眼 后来女孩 无论怎么回忆 都想不起 那辆私家车的型号和颜色 到现在 这个线索是唯一有价值的了 警方无可奈何之下 找来了香港的著名的催眠大师 杨志涛 对这女孩进行催眠 哎 别说 这个催眠大师还真的挺有办法的 就在这个杨志涛的催眠下 女孩回忆起了 那是一辆白色的丰田轿车 香港的丰田轿车太多了 保守估计也得有上万辆 很多都是白色的 想要一辆一辆的排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无奈 一方面通过媒体发布声明 要求屯门地区的女性不要走夜路 因为工作需要 必须夜晚回家的话 也需要找人陪同 屯门色魔杀人以后 香港媒体又大肆报道 一时之间 屯门地区的女性啊 人心惶惶 到了晚上九点以后 几乎没有女人 该上街行走了 香港的职业女性很多 熬夜加班呢 也是长事 公司听说 他们住在屯门 都主动提出不需要加班 怕出事了 香港警察则投入大量警力 在屯门四处巡逻 哎 正常来说呀 你说这有屯门色魔 这个期间就不应该再去作案了 谁知道 他竟然还顶风杀人 两个月后的九三年四月份 屯门大兴村再次出现了奸杀案 这次受害者是22岁的酒吧的助唱女 这个穿着坦逊漏乳的女孩啊 也是被歹徒强奸又给掐死 根据现场分析 歹徒下手非常重 上来 就是要杀人 这次案件之后 香港警方将所有提取的经验的样本送到了大学里去检测 哎 在九三年呢 香港终于拥有了DNA检测的技术 经过经验检测 所有的案子被证实为同一人所做 屯门色魔已经作案七起杀死两人 看来只要警方不能尽快的抓住他 这个家伙还会继续杀人强奸 香港警方将大量的警力投入到了屯门 当时啊 屯门真的是三步一岗 五步一兽啊 民众高度警惕 屯门色魔想要作案 那是太难了 这边警方没有别的办法 值得再次对那个19岁的女孩 再一次进行催眠 终于女孩这一次 回忆起了车牌之中的两个数字 由此就大大减少了排查的范围 香港警方经过电脑筛选 发现符合的白色丰田车主 还有数百人 就在警方缩小嫌疑人范围 逐步接近歹徒的时候 杀人案又发生了 这一次百徒离开了屯门 93年5月份 23岁的卡拉OK陪畅女被先杀在九龙城区 土瓜湾一封大厦 这个女孩穿着热辣短裤 是一名陪畅女 是被强奸之后才被掐死的 怀疑是歹徒灭口 至此 歹徒已经连续杀死三个人 还脱离了屯门区 看来 歹徒已经知道 屯门已经高度警惕 在这里作案 属于咨询死路 被迫转移了作案区域 香港警方继续缩小侦查范围 将嫌疑人缩小到只有几十个人了 哎老铁啊 如果在大陆哈 哎 直接将几十个人抓过来 咔咔咔 一验DNA就可以了 强行检验DNA 但是老铁 香港是不允许的 没有办法这么做 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 眼看就要抓住这家伙了 哎 没想到老铁 咋了 屯门色魔意外的提前落网了 咋为事呢 八月份的时候啊 有一个21岁的女孩 在哥哥的陪伴下来报警 这个长相很清纯的女孩 前一天晚上在九龙城区美景街被强奸了 一个年轻的歹徒接着夜色从背后突然勒住她的脖子 女孩胆小啊 吓得缩成一团 别说是抵抗了 根据女孩诉说 当时她还是个处女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歹徒吃饱以后发现这个女孩是个处女 哎 竟然开始怜香心育起来 她自称啊 本来应该杀了这个女孩 她是却不忍下手了 她说她愿意替女孩负责 要做她的男朋友 强迫这个女孩留下电话号码和住址 女孩吓得六神无主啊 只好老老实实的留下了电话和住址 歹徒又恐吓了一通 说只要报警 就上门杀了她全家 女孩吓得连连点头啊 歹徒笑着开着白色的丰田车 离开了现场 回到家中之后 女孩惊魂未定 怕被报复 不敢报警 哥哥发现妹妹情绪不正常 反复盘问 这才得知真相 哥哥是个学习法律的学生 果断的就带着妹妹去报警了 由于这个女孩子看到了歹徒的样子 还画出了模拟画像 经过电脑对比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名单当中拥有 白色丰田车的嫌疑人之一 名字叫做林国伟 香港警方听说这件事 哎呀 感觉到这个林国伟可能就是臀门色魔呀 经过调查 林国伟住在臀门某公寓 警方立即干了过去 同这个大楼的管理员联络呀 管理员说好几个月 这个林国伟都没回来了 没看到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看来想要抓捕林国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警方觉得最好是诱补 诶 诱补这诱饭是谁呀 当然就是最后被他强奸那个女孩了 警方耐心的等待着这个歹徒啊 联络女孩 你得到关键线索 哎 别说 几天后 一个电话就打到了这个女孩的家里 歹徒打来的 喂 你好 我想和你出朋友 我想约你去看电影 于是 女孩根据警方的部署 约好歹徒 在电影院门口见面 第二天 林国伟走到电影院门口 就被警察轻松的给擒货了 由此 两年作案九起 强奸九人 杀死三人的臀门色魔 林国伟被捕了 林国伟是香港的本地人 当时才21岁 他从小呢 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 父亲是个酒鬼 经常醉酒 殴打妻子 父母啊 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林国伟 还行老四 在林国伟三岁的时候 母亲受不了打骂 离家出走 在单亲家庭长大 又有这种父亲 林国伟想学好 可就难了呀 他中学没有读完 就辍学在下 好在呢 父亲做小生意 还颇有积蓄 林国伟开始 同一群小会会来往 酷暗飞车 在林国伟的反复要求之下 父亲给他买了一辆 二手的日本丰田车 父亲安排林国伟 去很多地方上班 但是林国伟啊 好失懒做 每次一两个月 肯定就会被辞退 失业期间 林国伟除了 就是和这些太妹们 喝酒烂交 生活放荡空虚 这样混到19岁 父亲勃然大怒 断绝了他一切收入 让他自立了 而林国伟 无心工作 仍在社会上乱混 没闲之后啊 这些姑娘们就不和他交往了 林国伟失去了滥交的对象 又没钱找小姐 处于饥渴状态 在92年4月24日凌晨三点钟 林国伟饮酒之后 开车乱逛 无意当中就看到了性感的19岁的女孩 坐在出租车里 他就跟着这个出租车 开了很久 直到女孩下车 性欲冲老 又喝多了酒 林国伟一时冲动 将女孩拖到楼洞里 实施了将间 由此 林国伟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对此上了眼呢 连续在屯门强奸 1993年2月24号 林国伟袭击了 那个50多岁的妇女 根据林国伟交代 天很黑 他没有看清楚妇女的样子 认为可能只有三四十岁左右 在林国伟施暴的时候 这个妇女呀 奋力的和他撕打 将他手臂两处咬伤 有一处几乎见到了骨头 狂怒之下 林国伟死死的掐住妇女的脖子 竟然将他给掐死了 杀人以后 林国伟开始很害怕了 准备放弃作案 不过呢 看到那个22岁的酒吧 助唱女之后 林国伟抵抗不住 他的性感外形 再次强奸杀人 那么最后林国伟 为什么没有杀死 那个21岁女孩 还要和他做朋友呢 据这个林国伟交代呀 他认为之前那些女人呢 都比较风骚 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杀了就杀了 最后他强奸那个女孩 打扮清纯 胆子又很小 还是个处女 林国伟被迷住了 真的想娶她做老婆 林国伟明知道有危险 却抵抗不住 自己内心的渴望 最终被捉 对于林国伟的判刑 说起来呢 还是挺重的 1994年9月 案件开庭 陪审团一致裁定 被告三项谋杀罪成立 另外八项强奸罪也成立 法官判处他 十一项终身监禁 但是老铁呀 香港没有死刑啊 哎 据说目前林国伟啊 还在这个监狱里服刑 这个林国伟啊 因为身份特殊 哎 臀门色魔吗 大家都知道 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 说这个牢房里面 只有一张床 一个厕所 一个小桌子 林国伟目前已经服刑 大概快三十年了 变成了46岁的中年人 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恶魔呀 在监狱里表现很良好 没有不良嗜好 平时就爱好踢球和看书 据说这个林国伟 踢球的水平还挺高的 一直是这个监狱球队的主力 他甚至在2002年 还考取了英国伦敦工商会的考试 并且扩发了证书 不过呢 在五六十岁之前呢 林国伟不可能被释放 这个证书也就是消磨时间而已 但是呢 哎 老铁 再过几年 不知道这个林国伟会不会被放出来 继续作案呢 在监狱之中 林国伟从来不谈起自己的案子 即便多年的欲有询问 他也会突然暴怒 逼而不答 那 我现在就不想和你 在监狱之中 我现在就不想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